好 欢迎进入今天的梦想直通车 我们先来看大屏幕 一会儿我们的照片上呢 会出现一个笑容灿烂的女孩 她的名字呢叫刘淼来自天津 1988年8月8号8点 在这一连串极力的数字中 出生的刘淼呢却非常不幸的 因小脑缺氧造成先天性瘫痪 但是这个残疾女孩啊可不简单 她不但是一个志愿者 还会写歌写小说 她最大的梦想呢 就是和自己的偶像韩庚一起站在舞台上 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不但帮她实现了这个愿望 而且还送上了意外的惊喜 在中国梦想秀的彩排现场 我们找到了刘淼 她正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艰难地离开舞台 但是只要和刘淼交谈几分钟 您就会被她的乐观和笑容所感染 刘淼说 许多年来偶像韩庚给了她很多的精神力量 刘淼把手机天气预告 也设成了韩庚的名字 我就琢磨 我说哎呀谁每天给我发短信最多 那我想说天气预报 那就设成韩庚为名这个名字 你看到韩庚给我发短信 很高兴 韩庚就这样成为了刘淼的气象先生 而中国梦想秀让刘淼第一次和自己心爱的偶像站在了同一个舞台上 在这个圆梦的舞台上 刘淼还收到了韩庚特别准备的礼物 礼物也和手机有关 刘淼 刘淼 接电话了 刘淼 接电话了 刘淼 接电话了 你到底接不接啊 你要为什么快接电话 刘淼 刘淼快接电话 快接电话呀 我一定会找那个制作组要过来 然后设成自己的来电铃声 刘淼说 中国梦想秀带给她一个铭记永远的夜晚 我觉得今天见完她以后 我觉得我会更勇敢更坚强地面对今后的生活 刘淼 加油 加油 可以